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幫助你和你家人 認識到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九種最大問題食物 大家都相信 Diana是不陌生的 因為Diana幫我們做這個節目 自然療法醫療的節目主持 做了很多很多集 但是大家可能都應該和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Diana本身在營養學 其實她是這方面的專家 Diana在大學的時候 她是讀酒店管理 但當然酒店管理是一定要學攀刃 她也在高點課程 都有特別研究過一輪 還有Diana在澳洲 是拿了一個人類的營養學 叫做Human Nutrition 一個碩士的學位 所以Diana這次會和大家分享 多一點關於食物方面 營養方面的問題 大家都聽過 我們俗語有說 病從口入 我們小時候經常都這樣說 但當時的環境 我們要掛病從口入 其實基本上要我們注重衛生 要洗手 不要將那些髒的東西 接觸到我們的口 可能會有細菌 細菌會走進來 所以我們要自從個人衛生 經常洗手 但今時今日 當我們說病從口入 其實我們說 還有一個很大的導致 我們文明人病的原因 就是我們飲食的方法 我們所懂的東西 也有一種新的說法 病從口入 你是不是用牙齒 自己掘著自己的墳墓 可以這樣說 其實大部分人都是 今時今日的文明人的病 慢性病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如果你究竟到底 什麼導致我們健康呢 其實關源都是我們食物 我們體內的環境污染 和營養不足 在治癒醫療裡面 這是最大的 導致我們健康出現問題的原因 記住毒素內聚 當然我們很多食物裡面 很多充滿不同的毒素 很多污染的物質 很多添加劑 這是一種毒素 對我們身體來說 可以說是一種毒素 雖然它保持的食物 起碼表面好像新鮮 但這種化學物質 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毒素 而且我們的食物 因為不斷精煉過 加工製作、處理 可以說食物裡面 營養大部分都沒有了 但是我今次想和大家探討 其實都不是因為這種原因 因為我們的食物加工 因為食物裡面很多附加劑 我們說的是一種食物本身 本身是導致的問題 大家都可能聽過 食物敏感 或者食物不受性 我叫做food intolerance 或者食物的敏感也好 或者sensitivity也好 或者叫做一種典型的allergy 那種敏感也好 但是我們很多食物裡面 影響我們的健康 不單止是因為它本身是敏感的問題 其實也有一個原因是 它一種食物本身是對我們好不好的 譬如糖分 我們不會對糖分直接敏感的 它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還有就好像一些反式豬肪 反式豬肪的影響我們的身體 不是因為一種敏感的因素 不是一種不受性的 我跟大家探討一下 既然我們知道 大部分人類的健康問題 都是跟我們的食物有關的 如果我們能夠在食物方面 做足我們的功夫 去尋找到哪種食物 可能正在破壞我們的健康 從而撇除了它 或者是拿其他的代用品 那我們有很大機會 我們不論我們什麼問題 健康上什麼問題也好 有很大機會 如果我們能夠有系統地 將這九種的有問題食物 減掉它 或者減低進食量 如果我們發現直接有問題 是完全不要再吃的時候 可能困擾我們的問題 其實就解決了 好了 我先跟大家看看 我們第一種 所謂的問題食物 第一種是什麼食物 是一種麵筋類的穀類的食物 Gluten 英文我們叫Gluten Grains 好了 這一種的食物 當然包括我們小麥 小麥 可以這樣說是很普遍的 我亦都見過很多人 因為撇除了小麥 他的身體很多很多不同的問題 都慢慢地都解決了 好了 麵筋是一種 麵筋是一種 在菊類裡面的 一種的蛋白質 是 包括小麥 包括Ry 黑麥 黑麥 也都包括Spell Spell Spell C貝爾特小麥 C貝爾 Spell 有一種Kamut Kamut 卡姆小麥 卡姆小麥 還有大麥 巴黎 Triticale 黑小麥 黑小麥 還有Semolina S-E-M-O-L-I-N-A 那個是粗粒小麥粉 OK 還有當然是燕麥 Oaks 那樣 好啦 其實在燕麥裡面 那個問題的成份 未必一定是麵筋 只不過一種叫做Evanine Evanine 叫做燕麥的蛋白 其中的蛋白其實對有些人來說是敏感的 即是它未必是因為麵筋這方面的 那當然了 任何的食品 或者那種麵粉類 有這種菊類做出來的 其實都會出現這些這樣的問題的 嗯 當然含有麵筋這種的菊類 其實可以說很多 很多千年來一直都被採用 因為它們可以這樣說 它們有點彈性 是吧 容易煮食 那如果沒有麵筋的那些 那些高粉 那些包點 就可能會很硬 很厚 還有可能是 即是鋪不到的 所以我們 在這方面 我們要探討一下 如果沒有了這方面的食物 我們有些什麼的其他辦法呢 那先跟大家說說 如果一些人是因為有對面 即是麵筋的菊類有問題的人 通常他會有什麼健康的問題 那大家可以自己想想一下 會不會你自己都是因為這種問題 才出現這種問題呢 那如果一些敏感的人來說 這些麵筋類的菊類 可以引發你的肚瀉 可能是便秘 可能有很多氣障 很多氣 還有可能是肚瀉 還有腹部的抽筋 還有很多其他的 所謂的消化系統的問題 那麵筋小敏感呢 也都可能是導致 促進我們的所謂皮膚的問題 比如濕疹 皮炎 還有那些風爛這些方面的問題 現在很多人都有濕疹 對呀 是一個很普遍很普遍的事 那還有一個情況呢 就很可能是我們那個 呼吸系統的問題 嗯 那包括我們那個 鼻鬥沖血 還有呢 哮喘 甚至乎是哮喘 哮喘也是啊 是啊 那有些人呢 就 如果你 不知道那個 肚瀉的症狀是因為這個問題 那繼續用呢 那很可能呢 慢慢呢 是導致我們身體的營養吸收出的問題 嗯 那個 念珠菌 還有呢 是真真正正的那個 食物那個敏感 包括 對那個 乳糖敏感 因為呢 你不斷地 吐舌啊 長度發炎啊 那會引致你那個 其他的 食物敏感 嗯 因為那個 那個長度的方面 好了 那當然呢 再嚴重一點的呢 會出現一種叫做 Celiac disease 或者Celiac spruin 那這個一種 在醫學上一種 非常之嚴重的問題 那通常呢 那在醫學上呢 都知道呢 這個和我們叫 Glutin intolerant 那個 那個 和我們那個面根不受器 其實有關的了 好了 還有一些可能的原因 這個可能在理論上 我們會懷疑 可能有些人 即是累了 經常很精神不濟 很疲累 關節炎 甚至高血壓 那些自身免疫的問題 奧塞尼爾那些老人 那種阿姨三母那個 那種老人的那些 腦袋退化 是 還有呢 Multiple Sclerosis 多發性的癌化 好了 那還有一些問題呢 就是因為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長度的 對面根的不受 而導致呢 就很多破壞了它 那甚至乎呢 有些人發現呢 有些是精神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神經系統的問題 包括我們那個 我們叫做 Manic Depression 即是那些 躁鬱症 有些很開心啊 有些什麼 有機會 還有呢 抽筋呢 還有呢 甚至乎呢 是我們所說的 精神分裂的問題 嗯 都有這個的可能性 好了 食物那方面 就是 譬如有些什麼食物呢 是 有這種這樣的 我們所謂那個 Glutin這方面的問題呢 嗯 我知道 例如是那些 打磨了或者未打磨的 谷蜜類 大蜜啦 黑蜜啦 剛才你提過那些 卡姆小蜜啦 燕麥啦 小黑蜜啦 小黑蜜 都會有 Glutin 即是那個麵筋在裡面的 是的 還有一些呢 還有一些呢 譬如我們常見得很明顯 麵包呀 Pasta呀 是啊 蛋糕麵包 糕餅類的 這些很明顯 都是用這一類 剛才我所說的 多方面的穀物 是造成的 有時候我們有些人說 或者白麵粉不好 那就吃些 蒜蜜啦 是吧 吃些 蒜蜜啦 其實呢 不是蒜蜜 一定是沒有這些問題 其實可能 所謂那些 黑蜜呢 其實都有這些類的問題 嗯 好了 可以這樣說呢 大部份的 任何呢 是粉類 麵粉類的 其實沒有明顯哪一種呢 都很大機會 都是出了這些問題 好了 還有一些食物呢 我們可能就是 隱藏了這些這樣的 譬如有些什麼食物 一般人可能未必 看得到的 我知道還有那些 現成的醬汁 即是譬如一盒盒的醬汁呢 用來做Pasta呀 或者是罐頭湯呀 布甸呀 我知道醬汁也有的 嗯 嗯 還有 可能漢堡包裡面的漢堡扒 它都會 即是有些 即是有些 用那些所謂素食者的那些 對呀 拌了些麵粉在裡面 所以要看清楚 那些食物表情 還有些人用些 即是麵包糠呀 去處理過這種食物呢 其實都會有這種問題 好了 那 我們為什麼會用這些呢 即是我們用麵粉 通常來說 我們為什麼會製造這些食物呢 通常用在廚房裡面是用的 為什麼會這樣用呢 因為 他們那些麵筋呢 可以將其他的成份 黏在一起 例如是麵包蛋糕 是 還有可能是 有時候我們會用在醬汁方面 令到一些 醬汁一些 嗯 是 做布甸的時候 我們又會用到 是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大家我相信 如果有廚房工作的經驗 或者家裡要煮食 通常都會用得著 這方面 是 如果我們要取代一下 我們都不能夠說 不是所有菇類 是一定有這個問題 我知道現在很多健康店 有很多取代品 就是沒有含有 沒有這些所謂麵筋的菇類 其實可不可以給我們一些例子 其實可以用米 或者是泥麥 小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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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蕎麥 或者那個燕菜 那些粉 都可以代替到麵粉 是的 那就是我們叫Amarine 是不是 Amarine 所以我們可以盡量 可以用其他方面 那還有一些菇類 可以代替 譬如用Nuts 種子 是的 或者是那個豆科 或者有些用那個 薯仔粉 嗯 其實都有很多 是沒有這些 麵筋類的 蛋白質成分 是的 的菇類 那當然我們可以 減低一下 就是我們 將我們那個食物的水分那邊 減低它 就不需要用一些打獻 用這些麵粉 來做 嗯 還有有時候 我們可以用一些香蕉 香蕉 蓉 可能是 就是 紅蘿蔔 就是用那些 所謂那個 grated 那些 就是 批到很細微的 紅蘿蔔絲 蔬基尼 蘋果 這些其實都可以 作為一個代替 那有時候我們會用一些 蒸過的大蒜 是 或者是用洋蔥 切碎的洋蔥 那當然了 任何的肉類 或者魚類 是硬碎了 其實都可以做到這個 這樣的麵粉各方面 那個代替的代替品來的 那第二大的問題 食物是粟米 那其實究竟粟米 會導致些什麼 身體上的問題呢 那 粟米可以引發的問題 可以這麼說 很典型的食物敏感 食物或者食物不受的問題 比如消化方面 消化方面 包括那個 肚瀉 消化不良 還有皮膚問題 譬如風爛 有些人經常無緣無故 風爛發出來 濕疹 還有呼吸系統的問題 就好像鼻膏 就好像鼻塞塞 這些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 粟米的糖分很高 糖分高的食物 很容易會搞壞 我們的身體所謂 和煉珠菌有關的症狀 譬如頭腦不清醒 情緒低落 消化方面 很多氣 有很多疹 還有煉珠菌感染 好 還有 因為我們身體 整天都一直吐舌 那當然會影響什麼 影響我們身體的食物 營養的吸收 是 那 繼續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肯定 就令到我們 搶激 搶刺激 可以這樣說 令到我們的消化度 那個問題 是繼續惡化下去的 那 我們都跟大家 要知道 當然 吃粟米 我們很容易都知道 Coin on the clock 那其實有些什麼食物 可以這樣說 我們特別要留意 會不會有粟米 這方面的成分 大映你可不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方面的成分 我們平時一般 在家裡煮食 常用都會用到 罐頭粟米 或者是一包包 冷藏了雪藏的粟米 或者是一塊一塊的粟米 那我們又會用到 粟粉 煮食的時候 是 鷹粟粉 很流行的 是 打蜆汁或者醃食 都很流行用粟粉 有時候零食 我們又吃些粟米片 是 在戲院很多 Coin Chips 是啊 特特拉 這些 在戲院很多時候都喝這種 是 有吃炮菊 是的 這些都是一種 早上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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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米片 還有些什麼呢 還有些布丁 醬汁 或者是有時候 我們去焗東西 焗麵包蛋糕 都會用到的 即是打蜆 粟米是鷹粟粉 通常人們都會用來打蜆 出家吃飯 就經常吃到 是的 其實家裡主用 很多人都會用鷹粟粉 來打蜆 其實粟米是一種糖的來源 有時候你會看到 我們有一種叫做果糖 是 是 薯米糖漿 還有有時候 我們叫做 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就是那個 果糖特別高的 這樣 其實這些 很可能 即是很多人用這些 糖漿 以為會比一般的白糖好 其實可能 其實未必的 可能更差 一般的糖分 會增加我們那個糖尿病 以及心臟問題的風險 其實很多這些糖分的食物 其實很多都是從粟米做出來的 好了 一般廚房裡面 其實我們用在什麼方面呢 例如你在酒店管理裡面 你自己肯定都要採購 要配搭 要怎樣安排食餐 一般我們為什麼廚房裡面 通常用粟米用在哪方面為主呢 剛才提到 通常我們都是用來打一個獻汁 有時候可能 如果是 我們香港人 用來醃食 煎魚 那時候都會經常用到 有時候可能 炒飯裡面也有 我們出街 可能 吃拉麵的時候 也會有粟米 有時候在 墨西哥餐裡面 我們經常都會用到粟米 是 它本身的粟米 不是只蒸一個粟米 或者煮一個粟米 是這麼簡單的 還有我們就 不要記得 那個是 pop coin pop coin 根本是一種乾了粟米 就是用高溫爆出來的 好了 我們既然知道粟米是這麼不好 有什麼可以代替粟米的食物呢 其實都有很多 例如可以用薯粉代替 其實功用都一樣 都是可以令到 那些獻汁厚身一點 或者有時候我們可以用一些豆類 去代替粟米的 去代替粟米 做了一種 我們叫做 角粉 Aero root 角粉 其實你會在很多健康店裡面 你都會看到 我們去健康店 很多時候 他們的食品 通常都是 盡量考慮到 我們所提及的不好食物的問題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在這些健康食品公司 就會看到 Aero root 這些角粉 其實主要可以說 是代替嬉縮粉這方面的用法 第三樣有問題的食品 是乳製品 乳製品 乳製品會導致什麼 引致什麼問題呢 這個問題 其實我以前都有一段時間 我都是不受的 我記得我吃完了雪糕之後 當時會有肚瀉 當然不是一種不舒服的那種 但是這些肚子 會有 嘔嘔的所謂爛糞 有氣 有些人會有氣 會有肚腸脹 甚至乎是肚腸的抽痛 以及其他消化方面的問題 乳製品 亦都會出現我們皮膚 我們經常說 濕疹是很常見的 還有是皮膚炎 以及風爛 第三樣是鼻塞 好像鼻敏感 這些問題 當然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 當然 繼續飲用這些乳製品的食物 會引發我們的腸 繼續不適 當然會令我們腸道的問題 更加出現問題 好 例如哪類的食物 是乳製品的食物 嘩很多 例如乳酪 雪糕 或者是有時候湯裡面也有 一些醬汁裡面也有 有時候零食裡面也有 可能有些奶粉在裡面 是很明顯 很明顯 喝奶 直接喝奶 雪糕最常有的 但當然有時候有些奶粉 有些我們叫做 墨蛋白 KC 或者乳清蛋白 這是一種 其實都是 乳類的食物 是將它的蛋白質成分 是抽出來的 有些人會用那個 Wave Protein 就是乳清蛋白 通常我們用在什麼呢 用在做一些 練肌肉的人 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 用這種這樣的 這種這樣的 乳清蛋白 還有一種叫做 墨蛋白 是KC KC 通常我們會在什麼呢 是做芝士的時候 會有 還有有時候 譬如我們想做一些 就是素食者的 譬如那個 那個 黃豆類的 芝士 或者米粥芝士 你會知道 就是做不到 就這樣靠這個 它會加一些 就KC 因為KC是一種 凝結膠 其實可以說是 黏得很好實的 當然我們有很多 蛋白 就是蛋白粉 蛋白飲品 很多蛋白 那些 那些叫做 Protein Bars 是 很多時候 都會有這些 叫做乳清蛋白 那廚房上 我們通常 怎樣用得多呢 當然除了飲用之外 其實通常 你會 什麼情況下 會用一些乳製品呢 常常都會用到的 其實 因為增加 那個口感 或者那個味道 有時候 我們 焗麵包蛋糕 做甜品 做湯 那時候 都會有的 有些 有些 汁感 滑 滑 有一種 的 汁感 令到 食品 當然 有時候會給 特別的 香味 酸酸的 感覺 有時候都要製造 這些 效果 都會 用好 乳製品 好了 既然這個問題是食物 那我們有些什麼可以代替它呢 有些什麼取代的 其實都有很多的 如果不用奶類的東西 就可以用水 米奶 或者椰奶 或者可以用一些 Nut's Milk 即果仁 果仁 果仁製出來 那我們當然 譬如油那方面 我們不用一定用牛油 我們可以用椰油 是不是 或者是果仁 做出來的那些油 那也可以用一些 就是 我們叫做 grind up 那些Nuts 還有那個 椰子油 也可以讓我們 食物那方面 有些這樣的 所謂一種 一種奶類 一種creamy Galene感 還有那種味道 所以我想做一些 有些Galene汁感的 湯 或者甜品 其實我都可以用這些 就是 椰奶 之類 那當然 除了這個 我們可以用 就是用醋 用檸檬 用一些果汁 給一些酸味 有時候想加一些 食物的酸味 那種一種 我們用一些 我叫Galene Gums 和Sentine Gums 那這種就是 幫助我們那個 飲品裡面 是比較 就是給一些 一些汁感 比較稠一些 這樣 好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第二節的自然療法乳理 今天我們繼續 我們的題目是 九種最大問題食品 剛才在第一節已經提了三種問題食品 第一種是麵筋 第二種是粟米 第三種是乳製品 第四種是甚麼呢? 是糖和人造糖 大家都知道 吃糖多不好 一般人都想著 吃糖多就會蛀牙 但糖會製造很多血糖的問題 導致血糖低 血糖低有甚麼症狀呢? 血糖低的人會覺得累 餓的時候會覺得人會症 和很敏症 有些人一肚餓便會感染症 所以這些是一種血糖低的症狀 當然糖尿 有一個很明顯 糖尿的人會比較累 經常很口渴 不斷要小便 而且很明顯血血循環會差 所以糖尿病的人 結果可能經常要截肢 所以有些壞死 四肢、腳趾壞死 還有一些其他 譬如糖多甜甜多的人 體重會增加 症癌 還有免疫能力都差 我們做過很多研究 發現一吃了糖之後 白血球的細胞 是冷了 不活躍的 知道白血球是一種 我們生的免疫細胞 所以在關鍵時間 譬如我們現在的流感季節 我們絕對要小心 不要吃這麼多 這種糖的食物 當然一天的食物 會餵白臉豬菌 導致白臉豬菌增生 症狀包括我們的頭腦不清醒 情緒低落 消化很多氣 很多塵 還有白臉豬菌的感染症狀 當然我們也說過 任何消化系統的問題 都會導致我們長期 食物的吸收 和長度的損壞 除了這個糖之外 我們就開始用很多人造代糖 人造代糖的問題 是更嚴重的 健康店有一個DVD 就是講解我們那個 我們叫做Sweet Poison 經常講代糖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最出名的代糖就是Aspartain Aspartain 現在已經被發現 是知道我們會導致 我們的腦代 神經系統的問題 包括頭痛 抽筋 甚至乎Alzheimer 老人痴癌 以及Brain Tumor 腦生瘤 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些代糖 人造代糖 其實長遠的問題 其實我們都沒有足夠的研究 可能它的害處是軟重很多 但我們很多都未曾知道 好了 糖分的問題 其實有什麼食物 我們要留意小心一點 很多時候我們飲品 都會加糖 很多時候我們飲品 可能煮食的時候 也會加糖 例如有些包裝好的果汁 其實裡面都會有很多糖 尤其是果汁 我需要小心一點 因為很多的果汁 本身未必是不太甜 所以為了考慮它的口感 好一點 我們會加一些糖分 它不是本身的果汁甜味 是要在外面加進去 另外加工食品 通常都會有糖 很多的 沙律油 甚至乎肉類 肉類 其實都是很多糖分 你知道中國人煮食 有鹽有糖 什麼食物都有 可以這樣說 刺激你的膩 味感的細胞 當然 我們所謂的 Aspatain Utrusweet Saccharine Splendor 這些全部都很明顯 大家看到這些 它都標明是代糖的 因為它都覺得自己的代糖是好東西 所以它都不會說 不讓你知道 但是 很多時候我要了解 很多食物 標籤就說明是沒有糖分的 其實它不是特別沒有糖分 反而這些食物 通常很多人做的代糖 是不是 好了 那 為什麼我們用這麼多糖呢 很簡單 是不是 人們喜歡吃甜食 甜品 發酵甜品 很多人都習慣上 所以糖是一種很強烈的味感 那就 不用說了 我們為什麼會喜歡吃這麼多糖分 好了 怎樣代替了 這麼不好的東西 我會有什麼好的代替呢 嗯 其實都有很多東西可以代替的 例如是那個 Stevia 那 可以滴出來 或者是有包裝的 那我們其實如果出街的時候 都可以戴在身邊的 是的 Stevia 這個 即是幾句 曾經是被 被 被官方禁制了它的 那當然那個壓力 是來自製糖的公司 嗯 這些這樣的政治壓力 是將這個 Stevia 這個用了很多白銀的 一種的天然代糖 是打壓了下來的 但是很幸運 那最近呢 就復甦了 可以再用得回 那 所以大家可以在很多健康店 都找到這方面的了 嗯 那除了Stevia之外 其實我們如果想增加那個味道呢 可以加檸檬汁啦 或者有時候我們想增加一個甜味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用一些乾果的喔 是的 乾果啦 例如提子乾啊 杏浦肉那些都OK的喔 有些黑椒糖啦 嗯 黑椒糖還有益 那黑椒糖的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始終呢 它是抗蜜鹽比較豐富一點的 嗯 黑椒糖呢是我們在製造白 在蔗糖的過程裡面呢 那我知道通常是蒸發的 就是將那些水分呢 那個味道其實也很好的 那除了這個呢 我們又可以 米糖漿、楓葉糖、Maple Cero Maple Cero很香 始終這些食物雖然糖分是一個問題 我們以前上幾集都講出糖分的問題 但都要謹慎小心用 不要用太多 但都是因為它本身的礦物炎比較豐富很多 明白 我們第五大有問題的食品是豆內黃 是黃豆,Soia Product 黃豆類的食物 大家都開始最近一段時間 我們以前都覺得黃豆很好 黃豆是一種窮人的蛋白質 有一種說法 但最近都開始有人發現 黃豆本身都有問題 譬如有些人會吃了黃豆類的食物 會有很多敏感 消化度的問題 譬如肚射、便秘、消化不良、皮膚的問題 風爛、濕疹、呼吸系統的問題、鼻塞 其實可以這樣說 這些都是一個消化度、皮膚、呼吸系統的問題 其實可以這樣說 是很多這些很大機會 整天都困擾了你很久 搞來搞不好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種不同類的食物 譬如Soia Product 有些人開始說 為什麼黃豆類的食物 會有這些問題 其實有些人開始懷疑 原因是因為黃豆類 很多是基因食物 在今時今日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黃豆 用得到使命 通常都是基因食物 所以很多人開始說 其實會不會這些 所謂的敏感食物 或者食物對我們身體產生問題 其實原因都是因為基因的製造關係 這是另一個話題 我將來跟大家探討一下 好了 黃豆、Soia Product 的食物 就會影響我們消化 消化的酵素 一種叫Tripsine Tripsine 這種消化酵素 當然會影響我們蛋白質的消化 Tripsine 幫助我們消化蛋白質 這些未經發酵過的 Fermantic 黃豆的產品 會產生一種問題 會影響我們甲上腺的功能 導致我們甲上腺的症狀低 症狀活動包括便秘 情緒低落 人疲累 體溫比較下降 以及對我們的感染 抗感染的能力減弱了 甚至乎皮膚的頭髮會乾乾 以及頭髮會失落 黃豆裡有一種成分叫Isoflavones 這種是會影響我們 我們那種叫刺激素的影響 即是說 可以說 會破壞我們身體正常 荷爾蒙的水平 黃豆裡有一種叫Phytae 一種酸類的物質 亦都會令到抗物炎吸收出現障礙 好了 那有什麼食物要留意 Diana 這方面 一般我們香港人 最常吃到的是 豆腐、豆腐花、豆漿 有時候可能 那些素扒裡面都是黃豆做的 是 是 很多的我們叫Veggie Burger 主要都是這個成分 都是這方面的 那當然我們也會有 那些小孩子用的 那些嬰兒奶粉 有時候都會這樣 那還有一些 譬如我們 那些黃豆油 會用在一些人種牛油 Margarine 沙裏油裡面 還有很多精練的食物 那但是其中有些人說 如果我們吃一些自然經過發酵過 Fermantic 那種黃豆的製品 其實會不會好一點呢 譬如這種發酵過的製品食物 會令到我們曾經所說的 酵素抑制的酵素 那些酵素 那些 Phytae 就會減弱它 會壓低它 那可能會比較健康些 所以大家都知道 Tamper Tampe Miso Tamari Sauce Natal Natal 是一種納豆素的 那這個納豆 通常是用來日本人 就長期用 就發現它可以通血管 所以在日本人 為何長壽呢 很流行 可以這樣說 他們的飲食 是導致他們長壽的主要原因 那廚房上用黃豆 通常為什麼要做 其實通常我們用豆的時候 都是代替了一些乳類製品 我們可能會用豆奶去代替牛奶 去增加那個質感 味道 還有增加那個蛋白質 那有時候我們又會用 豆的粉去 去打蜆 那樣 還有有時候我們 豆腐就是中國人的芝士 就是豆腐 有時候我們又吃得很方便 那還有呢 我有時候呢 用一個我們叫做 卵蘭芝 那卵蘭芝通常都在黃豆製造出來的 那有一種叫做乳化劑 emulsifier emulsifier呢 其實是令到它那個質感 是比較creamy些 滑些 那有時候我就用卵蘭芝 當然有些人當作一種雜糧 那些soya nuts 大家有的 代替了花生和其他果仁 那當然了 那個醬油的味道 好 如果我們想避免下這種黃豆的製成食物 其實有些什麼的代替呢 我們其實可以用米奶啦 椰奶啦 杏仁奶 有時候我們其實可以 如果不用黃豆 其實可以用其他豆類代替的 那當然最好是有機的啦 那很多其實那些 其他這些豆類的食物都很多 是不是 當然果仁啦 還有那個種子啦 那其他可以說是素食者的蛋白質的來源 那當然啦 就是能夠用一個有機的 有機農場滋養出來的肉類 那可以就是避免很多的所謂我們的蛋白質的代替品 不需要用黃豆的蛋白質的代替品 那當然啦 在這個蛋白質蛋白粉裡面 除了那個米粉 我亦都有這些叫做ham protein ham protein可以這樣 可以說是火麻人裡面 即是阿麻油裡面的一種蛋白粉來的 其實那個蛋白的成分都很高的 那可以增加我們 我們城市吃的那些Cookies Muffins 這些方面的蛋白質的份量 那當然啦 除了用這個的調味品 譬如醬油的調味品 我可以用一些香料 用一些香草 herbs 或者用一些海鹽 武經提煉的海鹽 那也可以用一種烤的 或者多士爐烘的方法 令到那個食物的味道加強 那可以從而可以避免我用很多 醬油這類的調味品 那當然我可以用一些麵粉類 那當然就不要用一些 像所說的有麵筋這類的麵粉類 那也可以把黃豆的代替品 可以減低它 那其實代替的方法其實很多 我們可以在健康店裏 很多時候都可以看到出來 那第六樣是雞蛋 我知道雞蛋 我們過去都經常說 哎呀雞蛋裏面的蛋補醇太高 很多人開始避忌它 但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觀點 可以這樣說 雞蛋本身有一個很完整的蛋白質 它的蛋白和大黃都有很多 而且雞蛋裏面有些卵輪脂 那些卵輪脂是幫助我們 是我們的脂肪 將我們的脂肪化解為細細粒粒 那就可以幫助身體 容易處理和排走 那當然我們經常擔心膽固醇 其實膽固醇是身體必要的 其實我們身體膽固醇是沒有的 我的身體會出現很多問題的 所以我們的身體 其實本身是不斷製造膽固醇的 可以把百分之九十的膽固醇 是我們身體自己做的 所以膽固醇當作一個敵人 是一個很錯誤的 可以這樣說 有些人說 很多大食物公司 故意製造出來 讓它可以推銷 所謂低膽固醇那類的食物 其實雞蛋方面 其實本身不應該是膽固醇的問題 而出現問題 但始終雞蛋 始終對有些敏感的人士來說 它會製造一連串的問題 就像所說 很相似的 經常是土舍或消化系統的問題 但當然雞蛋有很多沙門氏菌 所以如果處理不好 時不時會爆發沙門氏菌的問題 而且有些人 膽固醇的問題 可能跟雞蛋的敏感有關 雞蛋雖然是一個很完整的蛋白質 但有很多人來說 它是會有敏感的 在我自己過去的臨床 在我的病人裏面 我發現 如果你有皮膚問題 濕疹等等的問題 其實是第一個導致的 第一個空手 最有機會是一個懸空 其實是雞蛋 如果你有呼吸系統的問題 好像經常是雙風 其實我們不可以經常是雙風 其實很多時候 經常是雙風的症狀 其實我們對牛乳類食物敏感 這是我自己的臨床經驗 如果大家發現 經常有很多皮膚的失神 皮膚裂 第一件要留意 是否有雞蛋這方面的問題 好了 什麼食物呢 是雞蛋的最容易有雞蛋呢 我們經常去茶餐廳吃東西 都可能吃蛋炙 或者煎蛋 有時可能出街吃東西 又會吃到鸚裂 或者是我們吃拉麵 有時有糖心蛋 有時我們又會吃到 麵包蛋糕裡面 其實都會有蛋 麵包曲奇裡面 又是蛋糕 當然了 其實今時今日 很多蛋糕 甚至蛋撻 其實都是沒有蛋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 中原 中原原來他以前 在高餅店做過的 噢 他發現原來很多這些食物 背後有很多附加劑 都會附加 그때 沙拉 forge 那他會偏見 那當然有 Shayla 嗯 那些蛋白enen 蛋白的蛋白粉 那些食物呢 比如說 coupled Greek 也很喜欢吃的,布甸,某程度上都有不多不少的鸡蛋的成分 那我们为什么吃鸡蛋呢? 通常我们会用鸡蛋去做一些酱汁或者沙律油 因为它是很高蛋白质的,我们有时都会加一些食物 让它那个蛋白质的营养高一点 有时我们又会用蛋白粉去做一些饮品 例如鸡蛋白质的营养,这些基本上是我们在新年圣诞节会看到的 香港人就算在我觉得到,平时鸡蛋白质的营养也不是这样 是一种季节性的食物,即是有特别的节日就会用 好了,如果鸡蛋可能对很多人有问题,有什么可以代替鸡蛋呢? 其实鸡蛋可以用其他的代替 例如是用薯粉,或者割粉,我们甚至可以用阿麻纸粉都可以 可以增加多些纤维的方面 是呀,是呀,是呀 那还有一些是那些叫鸡蛋,大菜糕,这方面 有时我们用鸡蛋是将它的汁提升的 是呀,所以我们都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可以增加它,比如说鸡蛋白质的成分 例如鸡蛋白质的成分,例如鸡蛋白质,蛋白质强的饮品 Smoothie这类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叫做米蛋白,或者用鸡蛋白 或者用鸡蛋白,那个鸡蛋白,这个都是一种常见的 这种这样的食物来的 咦,那我有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在YouTube上面看到一段影片 有个人就是维典来的,他就说 其实,为什么那些人还继续吃鸡蛋呢? 其实鸡蛋是好像女人的惊奇那样 是一些排出来不要的废物来的 就是好像一个卵子,是吧? 一个女性的卵子,每次的惊奇都会排出一些卵子 其实在这个卵子里面排出来的鸡蛋 有些人会觉得,哇,这么不错的东西都好吃的 是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了 九种其中六种的有问题食物 例如,面筋,粟米,乳製品,糖,黄豆和鸡蛋 那如果其实大家有长期皮肤敏感 腸胃敏感和呼吸系统方面的问题呢? 其实可以… 有机会,有机会都是这类的问题 虽然我不是说你个个都一定的问题 这类层所说的那六种食物 是对个人都会一定有问题 但如果你真的有,大家重复性地看到 有些人常常困扰着你的 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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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否是我们自己不断长期挂自己的坟墓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好,谢谢袁医生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请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如果对节目内容有什么意见 可以去我们节目讨论区留言 谢谢袁医生 好了,拜拜 拜拜